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从一个非常非常你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让你知道你的生活和pH值之间的关系 你们要看看我带了什么来 这个盒子是什么 先给你搞神秘一下 你看看这个画面里面是不是要去认识 要去测量这个水的pH值是多少 水的pH值要用什么测 各位同学知道吗 是啊 那就是要去水族馆 你就可以买到这个我今天带来这个东西 它叫做pHg pHg 可以量水的pH值 对 那我干嘛去水族馆买呢 因为我有很长的时间家里有养了一个鱼缸 那我每天都想要去知道我的鱼缸的水质酸减度 有没有控制得很好 监控 是的 因为水质好 鱼就会养得好 鱼就快乐 你就快乐 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仪器来了解水中的pH值的变化 那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有时候也想要知道你的pH值到底是怎么改变的 那就跟我们今天的酸减低定和低定曲线有关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画面上的这一个低定的曲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前面的生活情境谈到的是阿飞老师到水族馆去买的pH仪 接下来的模拟试题当然就是跟我们的pH值的计算有关 那这两题等同学学了这一段之后 一定要回来好好地学习 里面藏着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的减合 一定要用心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到连结知识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酸减中和反应 酸减中和酸减中和 就是氢离子遇到氢氧跟离子之后变成水 那它的英文是neutralization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中和作用 翻译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本来酸的个性不见了 减的个性也不见了 好像来到了中间 那中间是一个平和的地带 所以叫做中和反应 详细的数字我就不带各位念了 主要的概念就是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一见面之后 它们就和解了就和好了 不再带有酸性跟碱性 所以叫中和反应 那我们来看如果有一个强酸跟一个强碱见面 会发生什么事 HCl跟NaOH还记得强的意思吗 就是我几乎全部都解离了 我身上所有的H全部都变成H症 然后就只有H症跟锡尔负 然后我的NaOH我全部都解离了 通通变成Na症跟OH负 还记得刚才说的酸碱综合吗 H症遇到OH负一见面就马上反应变成水 所以整个强酸跟强碱的综合反应 你就看得出来它的净离子反应是 净离子就是有发生变化的人 离子反应是那个绿离子还是绿离子 那离子还是那离子我就不写了 我就把它干干净净 最重要的部分把它留着拿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氢离子遇到氢染跟离子变成水 这个有什么好说的 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就忘了我们上次学过的可逆反应 因为有一些酸它是弱的 弱的还记得吗 它解离的时候是双箭头 也就是说我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全部都往右边走 我还有一些东西留在左边 好所以你看这个畜酸遇到氢氧化纳 氢氧化纳是一个很干脆的人 它全部通通变成钠离子跟氢氧根 可是畜酸根不是 它还会有留着一些 畜酸跟离子和氢离子留在一起的畜酸分子 那这些畜酸分子它没有全部走过去 所以你看它的净离子方程式 它是CH3COOH 遇到OH- 变成CH3COO- 加水 所以它的净离子反应是 让我们知道了 那个碱是强碱 可是这个酸是弱酸 所以它没有办法全部完完全全的写成 H正加OH- 那这个是弱酸加强碱 聪明的你应该猜得出来 下一个就是强酸遇到弱碱 那我就不再赘述 它的想法 我们仔细看最后的净离子方程式 H正遇到NH3 然后变成NH4正 那个H正能够拿出来 一定是来自于某一个酸 而且那个酸一定是一个强酸 所以另外一个因离子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H正全部都出来了 可是这个碱呢 它好像没有全部变成OH- 它还是维持它原来NH3的样子 所以可见它是一个弱箭 那这个呢 是第三种表示法 那有强强强弱弱弱强 那还有一个是谁 当然就弱弱了 那弱弱的状况呢 比较特别 它都没有走过去 所以呢 不能写成H正 也不能写成H- 所以呢 抱歉 也不能写成OH-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原始的状态都写出来 然后这个式子 你有没有感觉 跟我们在讲共和酸碱对的时候的式子 非常像 所以事实上呢 那个箭头 还把它画成双箭头 才会更合理一点 好 讲完了前面的中和了之后 接下来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亮点出现了 这个亮点叫做当亮点 当亮点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酸跟碱见面的时候呢 它会起中和反应 那这个中和呢 如果我们所谓的旗鼓相当 就叫做当亮点 那什么叫做旗鼓相当 是我的人跟你的人吗 还是我的钱跟你的钱呢 不是 各位注意看 我现在故意举这个例子啊 会把很多概念都把它弄清楚 你看 氢氧化钙是一个碱 HCl是一个酸 可是呢 这个化学是我们看得出来 一个氢氧化钙的身上 如果我有一磨的话 我其实有本事 可以释放出两磨的氢氧跟离子 为什么 因为它的结构是里面 有两个OH负 那我们去看HCl HCl呢 你要准备两磨 可是每一个HCl身上呢 只能够放出一个H症 所以注意哦 我一个氢氧化钙 一磨的氢氧化钙 可以对付两磨的盐酸 原因是因为 我一磨的氢氧化钙 所释放出来的氢氧跟离子的磨数 是1乘以2 那个1是一磨的1 那个2是氢氧化钙身上 有两个OH负 接下来我对付的盐酸呢 我要对付两磨的盐酸 是2乘以1 两磨的盐酸呢 它所释放出来的氢离子呢 是2乘以1 这个2是因为我有两磨 然后我每磨身上呢 我只能够放出一个H症 所以变成2乘以1 那1乘以2跟2乘以1 算出来都是2 它背后的1是什么呢 看到中间那个等号 酸释放出来的氢离子的磨数 就是2乘以1 减释放出来的氢氧跟离子的磨数 就是1乘以2 它们如果两个数字算起来是一样多的 这时候才真的叫做旗鼓相当 因为你派出来的氢离子的人马 跟我派出来的氢氧跟离子的人马 我们都一样多 一个配一个一个配一个 大家到最后通通都变成水 所以这时候叫做刚刚好综合 叫做当量点 好 接下来就来到了这个图形 那我现在呢 如果有一杯容易 它是酸 所以我一开始的PH值是比较少的 接下来呢 我就慢慢的把它减给它滴下去 那我的减子一滴下去呢 有一些酸就被我中和掉了 那我就没那么酸 没那么酸 我的PH值呢 就会开始变动 而且没那么酸 应该就会变大 那我就慢慢滴 每滴几滴 我就检验一下 滴几滴 我就检验一下PH值 结果呢 我就把我滴下去的减的体积 当横坐标 把我测量出来的PH值当重坐标 然后努力的去把这个图给它画出来 各位我们觉得这个图非常非常的神奇 非常非常的特别 你在科学上很少看到类似这样的图形 尤其高中化学这张图是经典中的经典 哪里最经典 请帮我看到中间那一段 中间那一段叫做近乎垂直线段 什么叫近乎垂直线段 我前面那边努力低 努力低 努力工作 结果你的PH值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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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可是突然有一个瞬间 我只加一点点而已 啪 你的PH值就从大概是从3或4左右 跳 就跳到9和10那附近了 中间那里突然增加很多 怎么会这样 好玩就好玩在这边 然后你又看到中间那里 叫做当量点 还记得当量吗 旗鼓相当的点 所以这一个低定曲线呢 你一定要记得 虽然你付出的努力都一样 一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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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加 一滴一滴的加 可是会有一段时间会突然 让你有一个神奇的跳升阶段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近乎垂直的线段 这也是酸点低定曲线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部分 一定要特别留意 好那有了这一个低定曲线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相关的细节可以再来讨论 永远不要忘记了哦 什么叫当量点 就是酸释放出来的氢离子的末数 跟碱释放出来的氢氧跟离子的末数 它们旗鼓相当一样多的时候 叫做当量点 好来我们就真的来滴滴看吧 我本来准备了盐酸0.1m50毫升 然后呢我这时候的pH值应该是1 接下来呢我把氢氧化那加进去 加了25毫升 加下去之后呢它的pH值变成1.48 那我就把它在1.48地方描一个点 再来我加49.9 抱歉哦中间有几个值没有点出来 不过不影响我们对图形的理解 49.9的时候呢这时候pH值是4 再来50的时候呢刚好就是当量点 刚好就是当量点 然后这时候算出来也刚好pH值就是7 再来50.1 哇pH值跳到10了 各位有没有感觉 49.95050.1都只加了0.1cc而已 可是那pH值突然从4跳到7再跳到10 然后接下来我加到75的时候呢 也没有增加这么多增加到12.3 所以这一条线就是我们做实验 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去记录出来的 那就是要让同学深切地理解到中间那里有一个陡升区 那对于做化学实验的人而言我们最在乎的就是那一个当量点 因为当量点可以用来测量 用来计算你对方到底准备了多少轻离子的人马来跟我对抗 或者是我准备了多少轻离子的人马才能够跟你相抗衡 那我怎么样能够知道呢我又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旗鼓相当 我只看得出来我的指示剂变色啊 所以因为有这个陡升区 突然变化了这一区 我只要我的指示剂选择正确的话 它的误差会非常非常小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选择了正确的指示剂 再搭配正确的实验操作 就可以知道你的当量点就可以去算你有一个未知的酸它的浓度是多少 那来到这边呢我们就继续说明一下每一个指示剂它的变色范围 像甲基层它的变色范围呢就是大概在三点多到四点多之间 那甲基红呢稍微再大一点 那我们最常用到的秀瑞香草芬兰呢就是黄跟绿之间的变色呢 它当量点那附近差不多在pH7左右 那再在上面一点呢有一个分态 分态呢它是在无色跟粉红色的变色 它的变色范围呢大概是在减性的那个范围会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低定曲线呢 它的抖升区发生在四到十之间 所以你在选择指示剂的时候其实蛮好选的 然后呢你只要实验操作呢 低定的时候不要太粗暴 慢慢低慢慢低 一定可以很明显地测出来量出一个很棒的当量点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根据酸碱低定 还有在低定的时候去追踪它的pH值做图 做出来的低定曲线 那有了低定曲线 有了酸碱低定的概念之后呢 你就可以设计很多很棒的化学实验来测量一些你想要研究的物质 它的酸碱性到底是有多酸 例如我想要知道水沟里面的水有多酸 我想要知道这个地方的雨水有多酸 都可以利用类似这样的设计来达成你要的目标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低定曲线的重点的讲解 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说明 谢谢